ho UP 因为我日子是很辛苦的 空间训练方面在所有的 他们的教育方面 我想都很辛苦 現在那年代也不一樣 我想現在這個年輕人也 也很少接受到這種教育了 其實到職業的話 還是當然還是會有前輩後輩之分 那當然日本的職業棒球 就已經那麼嚴厲了 我想在大學他們高中 我想這個對服從尊從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既然是外國人 不可能像日本人這樣子 一年好一年不好 當然這個成績 你是外國一個幫助球隊的選手 也必須要相當大的那種毅力 跟那個決心 那現在有很多 沒關係我回來 台灣還有職業可以打 我想這個心態是 我想我可以鼓勵他們 必須要這個心態要放掉 你才要往前衝著動力 當然那時候經濟的高峰 跟經濟的崩壞是有啦 但是事實上在棒球這個方面 球迷應該沒那麼明顯吧 只是他們在經濟方面 是有一點 是有一點落差滿大的 經濟好的時候 他們日本真的是 如果你晚上去外面吃個飯 你要回家 你要叫個計程車 你就要叫了好久好久 因為沒有計程車 因為他們經濟太好 是沒有辦法 你叫不到計程車 所以到最後 慢慢的已經走下坡的時候 你就慢慢覺得說 在外面排班的經濟車 越來越多了 對 所以這個是很簡單 因為自己在生活方面 就可以去生日 去體會一件事情 就таки 我 剛才我 去 說 我 好 是 我 是 感谢观看